妈妈当初不惜一切把你从教练手中带走 可见她真的很会经营你的人生 也很在意你这个儿子 在未来人生的路途当中的发展 我们来谈谈你妈妈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妈妈妈可以跟我一样 妈妈个性很像小穷一样 因为本身她第一个 她是体育出身的 她了解体育这种东西 那第一个 她很融入我们的生活 就是因为现在 你知道年纪大了会有一点跟不上时代 可是她不会 她还是一样继续跟从我的时代走的 妈妈听说她平常 只要周末你有比赛 她一定会从屏东开车上来 看你比赛 对 妈妈我不管比赛的赛 就像我小时候 我所说我跑田径 打桌球 还是踢腿道 我所有的比赛妈妈都一定到 她都希望看我比赛这样子 因为第一个 她也喜欢运动这个项目 因为我说如果她本身她是运动人 所以她喜欢运动的项目 所以她都会 不管是我打桌球啊 田径啊 现在打球她每一场她都有 她都不缺席的 有没有想过让妈妈就住在台北了 妈妈 有啊 觉得妈妈这样子开车这样子太辛苦了 不管是 我在 就是我现在在台北打球 不管是我也没有打 她都要上来看我 听你这么讲 妈妈很会为你 想 那妈妈都是平常怎么 帮你经营你的这个篮球生涯呢 她都会做些什么事 妈妈妈妈妈就叫我刚刚自己多去练习啦 因为毕竟她说 她都会跟我说 走蓝 就是走运动这个项目很辛苦 你要能吃苦啊 我都跟妈妈说没问题啊 吃苦 我一定能吃苦 那怕什么又不会累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你知道体力很好 都不怕累 然后 我都跟妈妈这样讲 妈妈就说 你一定要咬下去啊 你坚持要走这条路 你就要好好走下去 不要一下这边 走这边 然后一下又走 这个项目这样子 这样子会很累这样子 所以妈妈就一些鼓励的话给我很多 这样听起来 妈妈是一个非常开朗 乐观非常坚强 有智慧的一个女性 可是我们知道她好像是一个单亲妈妈 你也是出自于一个单亲的家庭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小时候 那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 妈妈好像就是跟婆家那边附和 然后就带我跟妹妹就出来了 所以就一路抚养我们长大这样子 对 当时抚养的过程当中 你小时候没有经历过很辛苦的事情 小时候过得 就是家境不是很好 那时候妈妈一个人要养我跟妹妹 就是妈妈每次都会去上班 然后 要带我们两个小孩子 然后妈妈那时候都会很担心我们两个小孩子 就是丢在家 怕会有坏人跑进来还是什么的 然后 有时候妈妈上班就是她有很多工作 就是为了我们两个小孩子 觉得妈妈真的辛苦 讲到这个 以前送报纸就是早早就要起来了 你知道送报纸都是很早就要起来 整理报纸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我都跟妹妹讲说 妈 我跟你去送报纸 因为放假 我就说妈 走 我跟妹妹跟你去送报纸 妈就说不要太早了 我说没关系 我就跟你去 然后我就 看妈妈 因为那时候还小孩不懂事 就觉得很好玩 我跟妈妈天亮就去收报纸什么 收一大堆 送到摩托车上面 就开始起摩托车去送报纸 然后那时候 你知道小孩子一大早起来一定会度估 就会想睡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玩 玩到时候 因为我们在摩托车上面就睡着了 然后妈妈就一手抱着妹妹 就是用脚这样 妹妹坐前面嘛 我坐后面嘛 然后就用脚夹着妹妹 妹妹就睡着了 然后我在后面睡着 然后妈妈就一只手这样抓住我 因为她骑摩托车我会掉下去 她就一手抓住了 就这样边骑摩托车 然后边拿报纸给人家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长大讲一讲 就蛮心酸的 妈妈真的很辛苦这样 你从小跟妹妹就是 因为妈妈都要去工作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在家 就是算是相依为命 跟妹妹的感情应该算是错吗 跟妹妹感情很好 你知道我小时候又很调皮 然后又很喜欢欺负她 对我真的超喜欢欺负她 因为之前你知道 以前我们都有第四台 不是又转一转 又转到那种甩脚的 然后我就说 然后叫妹妹过来 然后就开始折她手啊 然后开始 勒她 抓她 就开始抓她 然后就哭啊 然后打掉给我妈 然后欺负她 然后抓过来摔脚这样子 然后回来我都被我妈打 我小时候被我妈打得很死 真的 如果从小因为你跟妹妹 还有妈妈三个上阴为命 所以也奠定你们现在感情非常好 那妈妈这么的辛苦在对待着你们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对妈妈说的 妈妈我觉得妈妈第一个你要保重身体 因为我觉得你的身体不是很好 不要这么的劳烈 因为我第一个我很担心我妈妈的身体 对因为毕竟她身上有一些毛病就是 平时说很好 所以我希望她能照顾好她自己 至于我就可以不用这么担心了 因为我现在长大了 我不像以前那种小孩子 不会这么 我想会人生气啊 做一些让你会担心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也请你不用这么担心我 那么身为李绝琳的忠实支持者 李妈妈有什么话要对儿子说呢 我希望她完成学业 然后身体要照顾好 时常受伤看得很心疼 也希望有什么不高兴的 不要很在意 我希望她个心上 因为她求好心切 什么事情都要求得非常完美 这样会让她心情不快乐 她不快乐相对的我也觉得很心疼 我希望她什么都放轻松 随缘啊 真的随缘 什么都随缘 不要因为某种事情 让她心情上很不快乐这样 这是她需要改进的 她是超孝顺的 真的有时候看到受伤 真的会死不得 她真的很孝顺 她以前我是当 在做保姆 她看我这么辛苦 她说不要工作了 我再赚钱 然后我就没有工作了 因为身体不好 这让我很感动 所以我才有时间到 台北来看她打球 这也是我唯一的兴趣 真的要谢谢她 我也希望她身体健康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 今年我生日 那我在睡觉 她忽然打电话来 我说 妈妈 你起来 你叫妹妹开视讯给你看 去啦 去叫妹妹开电脑 我说 妈妈在睡觉很累 她说去啦 那我就上去 然后就请妹妹开电脑 她们就跟她女朋友 就在那个视讯镜头 然后唱着生日快 她弹的吉他 唱着生日快乐 歌给我听 我超感动的